看看新闻网 很简单 其实我有试过自己去制造面膜 就是我觉得黄瓜是最廉价 而且对皮肤最好的东西 正希仪还真是行家 因为黄瓜可是自制面膜的最佳选择 不仅补水控油 还有美白和除细纹的功效 想知道黄瓜面膜具体要怎么用吗 其实我觉得女生多点敷 真的会对皮肤好 平常就可能你自己敷在脸上贴一下 其实时间很短 你就自己小修 那一会儿我觉得大概五到十分钟 十分钟的时候就OK了已经 想要变得更漂亮 除了敷黄瓜面膜 食补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蜂蜜很重要 蜂蜜对女人很重要 我自己会每天就喝一条根蜂蜜 但是千万不要用铁的根 因为铁根如果你去拿蜂蜜的话 会破坏它里面的组织 所以就不要用铁根 用什么调根喝蜂蜜也这么有讲究 看来正希仪还真是下了凡功夫 好好做了研究 那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调根呢 用瓷器或者用塑胶的根都可以 然后一定要用常温的水 不要用热水 因为热水开蜂蜜的话 也会破坏它里面的营养组织 所以我自己就常常每天早上一起来就喝一根蜂蜜 然后就放一杯水 然后里面再放一点点柠檬汁 这样其实就已经很有用 塑料或陶瓷调根 常温开水 加上一点柠檬汁 爱漂亮的女生们可要牢记哦 当然如果想做个蓝美人 正希仪还有一招交给你 当然最老土的就是早点睡 你的黑眼圈一定会不见 行路在线上海报道